看似平凡的一家人 实际上三人都有着天大的秘密 爸爸表面是心理医生 实际上是西国最强间谍黄昏 他偶然间在郭院领养了 能够独心的超能力者安妮亚 妈妈则是杀人无数的超级杀手 睡美人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 互相隐瞒真实身份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过着一点也不平凡的生活 这天黄昏很晚回家 除了戴好笑的任务外 还要身兼其他任务 感叹组织全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回到家还要扮演父亲的角色 身为特务真是没有一天能休息 途中遇到了邻居 正讨论他们一家人很少走在一起 认为黄昏每天都很晚出门 该不会是有蜗语对象 还是被公司炒鱿鱼不敢回家 在旁偷听的黄昏 清觉自己忙着额外的任务 却没有扮演好家人 才会被人质疑 他重回家和两人提议 下次放假一起出门 看到安妮亚化的契鹅 规划三人一起去水族馆 在那之前把剩下的任务给搞定 就没问题了 下周很快就到 黄昏为了完成任务 可说是消耗了所有精力 刚到车站就看到组织 要求联系的暗号 黄昏借口自己去买饮料 前去会面 贩卖不接应的婆婆 告诉黄昏又有新的额外任务 黄昏秒答办不到 现在可是攸关带好销任务的成败 说什么都不答应的 正是安妮亚催促黄昏前往水族馆 接应人佩服黄昏 连任务地点都已经知道在水族馆 最终黄昏还是接下了任务 在水族馆三人还遇到了邻居 月儿还主动提出 一起逛水族馆 想着和邻居多互动也好 一旁的黄昏心想 只好赶快完成任务 回归家人模式 好让邻居不起 情报指出 关于新兴化学武器的制造方法 藏在一只走私器额身上 并吞下装有胶卷的胶囊 必须抢在接受人现身前回收 一旦情报落入了恐怖分子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黄昏提议一起去看企鹅 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企鹅园 上百只的企鹅 到底哪个才是目标企鹅 黄昏烦恼着 可没时间一直只检查 在不晓得恐怖分子 何时现身的情况下 想趁机拦截也有困难 安妮亚感应到 黄昏烦恼的心声 决定听企鹅的心声 来帮助爸爸 她发现了一只 不断在咳嗽的企鹅 并且告诉了黄昏 企鹅不断喝水再把水拖出来 可能有东西卡在喉咙 黄昏假接买饮料离开 并且假扮成第一天上班的私语员 黄昏靠着惊人的记忆 与观察力 记守每只企鹅身高及花纹 一旁主任不禁感叹 自己都得花上两年 才熟悉所有企鹅的名字 为了赶紧回去 黄昏甚至把每只企鹅的习性 都被在脑海里 只要掌握群体分配的方式 就能够快速完成 惊人的卫食速度 让同事们吓傻了 同事这群企鹅简直是一如反掌 黄昏把没有食欲的目标企鹅 给带去检查 一看果然有东西卡在喉咙 脚底上也有像记号的东西 一个男子从身后走来 称自己是海洋生物研究室的教授 要把企鹅带走 身为间谍的黄昏 用水抹开正剑 伪造的实在太粗糙了 男子脸色一惊 就要拔枪 黄昏用水桶把枪甩开 本想追过去 结果被主人叫住 在不知道对方人数多少的情况下 不能轻易放开这只企鹅 只好放弃追赶 没想到远方的安妮亚 已经认出这个乔装的人是爸爸 安妮亚抓住刚刚的恐怖分子 正在找人的约翰 听到安妮亚呼喊自己被绑架了 约翰冲上前就踢翻恐怖分子 抱住安妮亚的约翰 还在想踢得用力过猛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黄昏看到 邻居始终没看到黄昏的踪影 认为肯定是外遇了 但他们没想到 刚刚的黄昏顺利取回企鹅嘴里的胶卷 还从监收人问出恐怖组织的情报 手上抱着一只企鹅玩偶 走过来送给安妮亚 说自己刚参加了 才企鹅名字的有奖争达拿到的 邻居表示对黄昏刮目相看 仔细一看是个帅气的爸爸呢 黄昏心想这边总算是蒙混过去了 孤度疲劳的黄昏 看到笑着这么开心的安妮亚 为了维护这个没有战争和欢笑的世界 打消了申请长假的念头 未来也将继续努力下去 回到家的安妮亚 玩起了间谍加加酒 她带着新人特务 契恶曼介绍了基地 除了能够收集情报的电视 还有特务父亲 是个什么都会的超级精英 再来是特务母亲 除了很强其他地方都不行 能够治疗战斗受伤的浴室 安妮亚每天在训练的房间 再来是最神秘的地方 那就是爸爸妈妈的房间 正当安妮亚要伸手开门时 被黄昏一把抓住 两人房间可是藏着致命的武器 被瞎哭的安妮亚大喊着 讨厌爸爸妈妈要离家出走 行动带好销陷入了瓦解的危机 黄昏和约二两人 只好玩起加加酒 来转移安妮亚的注意力 基地就参观到这里吧 我们去执行下一件任务 安妮亚一把鼻涕 一包眼泪说 前往被坏人占领的二号街糖果店 三人就在路上玩起来 引起路人的注意 黄昏心想 间谍可不能引人注目 安妮亚拿到父母买的花生 才心情好转 伏结加索性免娃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